Rose是什么意思 现在英文在汉语里出现的频率还是很高的 很多时候会出现Rose一词 我们都知道Rose就是中文玫瑰的意思 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Rose在不同场合意思是不一样的 Rose在英文中常指薔薇科中的三节 玫瑰、月脊和薔薇 翻译中文名称为玫瑰 但在汉语中人们习惯把花朵直进大 单身的Rose品种称为月脊 小朵丛生的Rose称为薔薇 可提炼香精的Rose称为玫瑰 Rose玫瑰在古代文学里象征刺客 而长久以来象征着美丽和爱情的是 欧洲古老红薔薇Rosa Gallica和白薔薇Rosa Alba等 古希腊和古罗马民族用玫瑰象征他们的爱神 阿弗罗迪蒂维纳斯 英国有名的Lancaster 与York的玫瑰战争 也是以红薔薇白薔薇各为象征